大雪纷飞 在警察协助下搭上接驳车 这里是乌东顿巴斯地区阿夫迪福卡 为了避免被战争波及 居民只好撤离 今年的4月1日与人节对乌克兰来说无比沉重 因为发动侵略的始作俑者俄罗斯 竟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批荒谬 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国是由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 而4月开始正好轮到俄罗斯 乌克兰就批评这将会是对国际体系的一大打击 不过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 要将它踢出去并不容易 西方只能够在体制当中反制俄罗斯 而在战事方面 英国情报指出 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从1月接手作战指挥官以来战国有限 没能扩大顿巴斯地区的控制 俄罗斯国防部长萨一谷也在拜访俄军总部时承诺 会增加军火供应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丁日前宣布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后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出现联署要求乌克兰也部署核武的请愿书 但影响不到的是巴杆子打不着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媚金宇正 一日也跳出来谴责泽伦斯基 企图借机发展核武 或许是想趁机表态北韩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 环宇新闻 许浩铭 继续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